我们对一个单机放大器的电路做一个介绍 这是一个共发射机放大器 我们在分析放大器电路的时候 我们首先是分析它的这六电路 电阻R1和R构成分压式片子电路 R3是接电阶负载电阻 R4是发射机负反馈电阻 那么这个地方我要讲一点 如果说我们对R1和R2构成的分压式片子电路 工作原理已经非常了解的话 那么在这个电路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两个电阻 并且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个两个电阻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省去对R1和R2电路的分析 同样的道理R3和R4 如果我们分别知道它们是接电阶负载电阻 和发射机负载负载电阻的话 也可以对它进行省了分析 这是我们在电路分析当中常用的一种省略分析法 那么R1和R2为发射机负载负载负载电阻 R3给三级管VT提供了接电阶电阻 R4提供了VT管的发射机负载电流回路 这样真有片子电路情况就见了 第二步我们分析交流情况 分析交流的时候 我们一个重要的分析过程就是信号的传输分析 也就是说输入信号UI通过输入耳核电容C2 加到VT管子的机械 经过放大 从接电阶速册 通过输入耳核电容C3 送到后接电路 U0是这个电路的输入信号 那么在信号这个传输过程当中 通过C2和C3时 信号都没有衰减也没有放大 因为C2和C3都是额科电流 在通过VT的管子时 就得到了信号 得到了电压和电流的双重放大 因为这是一个共发射机放大气电路 电压和电流都放大 是共发射机放大气电路的一个重要的信 这是信号的传输 我们对电路当中每一个元气的作用 进行分析如下 电容C1是电源电路当中的力薄电容 它保证了这类工作电压增密 交流成分更少 同时它还是在多些方法气当中去退入使用 这个电容是一个电解电容 一般在100位发音机上 C2是收入耳核电容 C3是收入耳核电容 C4是发生一具旁入电容 那么我们在分析元气作用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振流电路和交流电路的分析过程中 都讲解了这些元气件作用 如果说我们在分析元气件作用的时候 能够对每个元气件的名称叫出来 并且他们所起的作用理解的话 那么这一步的分析 我们也可以进行审阅的 那么第四步方法气的电路分析 是电路故障的分析 这是一步非常重要的分析 同时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分析 因为如果是电路原理无法掌握的话 那么这个电路的故障分析 就无法分析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电容C2开路 那么显然电容C2开路以后 输入信号VI是不能加到VT管车的机械的 那么接电也就没有输入信号 所以此时如果表现 如果是这音频放大 它就表现为无声 像这样子的一种 假设电路当中某个元气件 出现了什么故障的时候 这种分析甚至为电路故障分析 请不吝点赞订阅